从弹仔排队的S1赛季 到如今的S20赛季 你都知道它每个赛季最火的那一款皮肤 究竟是什么吗 首先是S1赛季 拐棋工厂 由于当时的弹仔还处于开发阶段 整个弹仔岛也是时空状态 自然而然的弹仔玩家也就非常的少 所以当时那还来着什么最火的皮肤 不过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赛季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 其中透明小蓝帽这款皮肤 和一款名叫艾瑞和巴迪子皮肤 也逐渐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可作为S1赛季两款古早赛季皮 稀有度和拥有它们的人 想必也是屈指可说 如今已被炒到了上万的价格 不过因为透明小蓝帽是款隐藏皮 再加上它的紫皮还是赛季灯花的代言皮 档刺和热度也自然而然是 S1赛季中最火的皮肤之一 S2赛季精奇游乐园 本赛季风格有点偏暗黑系 如果你认真观察过本赛季的皮肤 你将会发现每一款赛季皮肤的头上 都长出了长长的兔子耳朵 尤其是胆小鬼这款紫皮 幽灵的外观 长长的兔子耳朵 看上去也是非常的可爱 可要说哪款皮肤是本赛季最火的 很多人都毫不犹豫的说 是至真皮欢迎院长 S3赛季疯狂马戏团 光听着名字就知道 S3赛季是延续着上个赛季的故事 一个是院长 一个是小丑 跑了半天 这俩合伙开了个马戏团游乐园啊 至于谁是本赛季最火的皮肤 想必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这赛季光看着C机动画 就能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这这这皮肤是真的帅啊 没错 它就是本赛季的制真皮 闪电阿存 这皮肤还用我过多介绍吗 咱就是说蛋仔玩家们谁不知道啊 脱脱的本赛季最火的皮肤好吗 S5赛季糖果甜心 本赛季以梦幻的糖果为主题 其中最受欢迎的皮肤 则是我们的一款紫皮 小水滴 关于为何不是制真皮 你就看它的外观 哪有我们的水滴可爱了 很明显就是会魔法的魔女嘛 再看看我们的小水滴水滴灵的 多可爱啊 可如今再看看现在的蛋仔派对 岛上哪还有他的身影啊 S6赛季蛋糕命运季 同样也是延续的赛季 其中摩擦游侠和憔悴骑士的爱情故事 也是感动了很多蛋仔玩家 可由于一条恶龙的到来 糖果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摩擦游侠的失踪 让憔悴骑士的内心降为了冰点 化身为了冰霜骑士的他 一个人走在漫天的大雪中 开始了寻找他的身影 虽然很感动但是很遗憾 谁让我们蛋糕龙哥搞这么可爱的 吃个吃货不说 胖嘟嘟的又是多少老玩家的回忆啊 所以哪怕你们的爱情故事如此动人 也禁不住这龙哥哥爆火的可爱外表啊 最后的最后 你们还知道其他的赛季 哪些是最火的皮肤吗